因为婆婆闹离婚 为了孩子来调解 听起来 徐女士已经把婆婆 视为婚姻的雷区 可这一点 恰恰是郝先生 怎么也想不通的地方 在她看来 母亲不仅不是婚姻的雷区 反而是这个家庭的大功臣 我有四个小孩 老大是女儿 老张也是女儿 老二呢 老二也是女儿 老四 是个儿子 是为了生儿子吗 对 四个孩子多大呀 一个十二岁 一个七岁多吧 一个五岁多 还有一个两岁多的 老大跟老三 老二就在我们乡下 我妈妈带 老小在我们身边 是一直都是这样吗 一直都是这样的 那三个都没带的 四个孩子 母亲帮忙带了三个 可妻子却不知感恩 还为了母亲的问题 跟自己闹离婚 拉鸭酒 我妈妈跟我说 她说我想到南昌 跟你小孩买衣服 三个小孩在那里 我就跟了我老婆说 我去接一下妈 可以吧 她怎么说的妈 不准 叫你妈妈 坐着那个风骨单 你再去接 你那天是 本来是有事啊 还是 没事就是过年拉鸭酒 在家里 完全可以去接她 完全可以去接她 她说了以后你怎么办 我就没去啊 没有办法了 这个沟通不了吗 沟通不了 我对她妈妈 心里对她是 有恨意 我就在这里承认吧 我就是对她有恨意 她原来对我不好 我也有回我娘家的时候 想去婆婆那里 把我女儿带到我妈妈那里去 她家离那个公路嘛 也有一些路 我就叫她妈妈帮我把小孩 送到公路这里 正好我就可以坐车 去我妈妈那里 就不用我再下车 再上车 再这样来回呢 她就不 她妈妈再打牌 她很自己不会接啊 她就这样对过我 所以那天确实 就是不想让她去接 对对对 而且我看她的态度 就非坚持 她越坚持 我就越不想让她去接 她做法很极端地 站在她妈妈那一边 她不准我去接 我就生气 那我就跟她吵了 我就这样去说 要是你想过就过 不过就拉倒 生里有气嘛 我就直接跟我丈母娘说嘛 我说你也跟我们女儿 去讲一讲了 我丈母娘就说 你们两个的事情 我也管不了 头脑一热 我就冲动了一下 我就说 我们两个人 就把你分散了吧 那我丈母娘说 随便你们 她也回家了 郝先生的一句离婚 不论是出于情绪积压 亦或是一时冲动 后果都是立竿见影的 妻子立马被气回了娘家 她这一去 立刻牵出了郝先生 在几年前埋下的地雷 这颗雷 直接在他们的婚姻当中 炸了 结果该就是把那个 以前的事情搞出来了 2016年 我妈妈有条房子 就要装修 我就跟她商量 你能不能借一万块钱 给我妈装一下修 她说我凭什么嘛 那我就问我丈母娘 借了一万块钱 我说你千万别跟你女儿说 你瞒着她找丈母娘去 对对对 跟我丈母娘说可以 只要你们两个人不找嫁 她就拿给我 拿给我就拿给我妈张修 明白 那这一次吵架之后 这个事是爆发出来了吗 对 跟我丈母娘把一万块钱 明明明好了 不要说了嘛 她就告诉了她 告诉了她女儿嘛 因为你提离婚了 对对对对 跟我老婆就问我 你到底拿了多少钱 给你妈张修 你背叛了我多少 刚才就是她一直以来 对我一点都不信任 就这个事从此就耿耿于怀了 是吗 对对对 就是说我做什么 大家都信不满意 反正我就接受不了 怎么都接受 就是有一种背叛 她站着妈妈 她妈妈那边去 原来她妈妈跟我吵架 发生矛盾的时候 她是百分之百跟我说 她就是雇她女儿 老了不要我养 不用你管 什么难听的话 她都说过的 而且她赚的钱 是她儿子的钱 跟我无关 什么都说过 大人脚外 你还不记仇的 我是听她 她是听你的嘛 女后毕丽 她六十岁的人 你多大嘛 你是觉得 在你和婆婆之间的问题上 郝先生从来没有一个 正确的态度是吗 对 这种你看待 她对你的背叛 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问题 和情感上 对对对 她妈妈指着我的时候 她从来不会这样去维护我 总是说叫我冷冷冷 她说你生了个女儿 你要她带 如果你跟她发生矛盾 她不跟你带怎么办 总之后来结果又生个女儿 她又对我不好 又是叫我冷 她说你生了儿子以后 我绝对不会这样对你 结果她还是拿钱 给她妈妈装修 还瞒着我做这件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